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它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令到这个味道或是那个鸡的嫩很不同 刚才我跟他们两个有进去看 他们两个比我跑得快 看到了整个最重要的步骤 你们是不是觉得那个步骤很重要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很特别 The roasted chicken is placed on the rod And the Chinese rice wine is poured onto the chicken to bring out the flavor at a high temperature 他们用的这种酒已经很少 火一烧已经没有酒精了 小孩子也可以吃 哇 那个鸡真的有酒的香味 不过它一点酒精都没有 The chicken soup even better They use chicken bone and mushroom to boil for one day 你看看这个 这道菜很特别 它不是用普通的鸡 它用的是 Kanbong鸡 那好处就是不像像雪藏的鸡 它们雪藏的鸡都用了很多人工加添的那些 基生素这些材料进去 所以我觉得不健康 这个就反而很健康 哇 你看我这个汤 再加进去那个蔬菜 那个汤的浓度 已经全部进去蔬菜里面了 它有不同的是用了碳 这个碳烧的过程 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化学 而味道会更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特别 也不只是在最后之前的那个重要的步骤 鸡 连汤 甚至的那个汤 Makroo 还有那个Makr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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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用了 最近餐馆 它用很多不同的煮法来煮每一道菜 好像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鸡 好像现在这个虾 也是用特别的方法来煮的 等一下再介绍你 是很有趣 因为这个蒜汤的蒜汤 就会把蒜汤的蒜汤放进去 散发出蒜汤 盖上了盖子之后 虾就有了蜜汁汤的香味和味道 台湾人也是很喜欢用这样的方法来煮虾 他们叫闷虾 这是一个蒜汤 蒜汤 他们用了秘密的蒜汤 来吸入蒜汤 如果你们刚才看那个过程 它怎样煮这个虾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有点像BBQ的那个味道出来 那个香味很香 没有把那个虾的那个鲜味 就会泡掉 对 还有我吃下去 我觉得那个虾有那个药材味道 就融入了进去虾里面了 对 这个做法真的很聪明 又可以保持虾的纤维 又有一点烧烤烤烤的BBQ的味道 对 又有那个药材的那个小许的那种上汤 而蜜汁的一种味道在那个虾 做得很好 其实这里的厨师他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用了潮州蒸这个鱼 他用了豆腐番茄还有咸菜 所以加强了鱼的鲜味 其实潮州蒸这个做法我非常喜欢 吃辣辣米粉 其实在新加坡很多辣辣米粉 要把两间辣辣米粉的味道区分 真的是有一个难度 其实我介绍这个辣辣米粉 你们觉得很普通 其实不是 它的汤汁很特别 有问过厨师 这是唯一一个厨师 也是不肯讲它的秘方 它好吃是因为它的汤底 我觉得不只是用辣辣 或是一些海鲜 它加了一些东西 所以你们来吃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整个米粉当它正在那个汤的时候 很香甜很香甜 是我吃过这样多间 有一点特色更特别 最特别是 他教了我一个吃法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你们可以吃辣椒 这是他们自己制制的一些辣辣 当这个辣辣放在那个汤 跟那个米粉一起吃的时候 我跟你讲 真的是一流 当然你可以吃辣椒 但是我仍然在做原本的辣椒 因为它有很浓的辣椒 我仍然喜欢这个 但我加了辣椒 我觉得很香 虽然它是有点辣 它真的挺辣 不过很特别 它的辣椒 我喜欢 这个辣椒真的是一流 是 很辣 我最好的辣椒 诶 诶 我最好的辣椒 诶 诶 我们先吃完 吃完我们再去 喝酒 听歌好不好 好 okok 加油 酱 咱 李 Ja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Ďakujem za pozornosť!